在拥有中国粮度之称的六盘水市 人们吃什么可以出汗排毒 用如此野心十足的黑山羊做羊肉粉 它的味道又有什么特别之处 千年古树结出来的银杏果 又能做出什么样的菜药 火腿非常香 白果呢非常糯 今天收看走遍中国 夏吃热补养生精 六盘水市有一种独特的美食 烙锅 整整一条街 几乎所有的餐馆都经营烙锅 餐馆外面的路边 坐满了吃烙锅的时刻 烙锅真的有那么好吃吗 你这个人对烙锅的印象是吗 衣服开了 不吃了锅不得吃烙锅 您是从哪过来的 江苏江苏 江苏啊 第一次吃烙锅呢 我是第二次吃了 昨天在那边吃了一次 那感觉挺好吃的 今天又来再来再来尝一下 那江苏我昨天吃烙锅再过点吃一个 为什么这个天气要吃烙锅呢 为什么这个天气要吃烙锅呢 凉爽啊 凉爽啊 在吃烙锅的时刻当中 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盛夏时节 吃着热腾腾的烙锅 却还有人穿着长衣长裤 甚至有人还穿着毛衣 这是怎么回事呢 贵州省六盘水市的年平均气温 在12至15摄氏度之间 夏季最热的月份里 月平均气温也只有19.7摄氏度 因此六盘水市也被称为中国凉都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即使夏季也习惯早晚穿长袖衣服 凉爽的天气带给人们清凉的同时 也带来了一个问题 身体里的湿气 没办法通过出汗排出体外 当地人想尽各种办法 吃烙锅就是下吃热补 出汗排毒的最好方式 不管什么样的食材 只要往上一烙 马上热气通膛 吃的时候再沾上辣椒 汗水不由自主的就流了出来 虽说吃烙锅的食材五花八门 但讲究的人一定少不了鱼肉 我们在六盘水市户外运动协会会长谢伟的带领下 来到北盘江边 你们都在这种环境里在找这种食材吗 对 这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这个是北盘江 然后北盘江它的那个石头比较多 然后石缝里面有很多鱼啊虾啊 或者其他的什么一些动物啊 或者这些东西 水很凉 你你你拿在处的这个招 哎 知道割脚了吧 有一点点 贵州多山 河流密布 野生的鱼 蛇 虾 蟹 有很多 谢伟有着丰富的野外生存经验 他专门选在水位回落 鱼科浅滩的时候 前来抓鱼 深不深您去测一下大概 大概也就是几十公分深 但是它说那个 北盘江水位下降以后流下来的 而且像这种石头里面 它有比较便宜的鱼类啊 木材啊 鱼啊 还有什么东西的那个 这个 你看 啊 这漫鱼 这样的你快看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漫鱼 半神漫 它好吓人啊 它看起来 但你现在看着还不让吓人 它就像一样的 开始的 不注意就走过就过了 嗯 它这个好像身上 它都是有这种 你看它身上都有这种沙子 对 它动都不动 你看它这个窟窿 嗯 这个 这个窟窿 都从这儿过来 跟那边的水 这个水塘是连在一块的 他们 哦 从这儿过来的 是吧 嗯 所以说得得先把 先把这个窟窿给堵算 哦 要用什么来堵 石头就可以 嗯 石头就堵了 接着它回去就行了 那这个鱼 我能不能碰一下它 现在你可以碰了 但是一个人肯定是对不住的 哦 哦 碰一下吗 对 你真的 你真的 好软啊 嗯 不是说这个鳗鱼会咬人吗 会怎么动得不动 也会咬 哎 你看它的皮肤好滑 很漂亮 对 对 它现在裹装起来 像裹装起来 它裹装起来 它就像你会发现它似的 哦 它一动不动 你摸它 保护自己的一种 一种方式 动了 它动了 你看 小心 快跑了 快跑了 哎呀 哇 抓好了 把它洗一下 把它洗一下 这是一条淡水鳗鱼 鳗鱼是一种很奇特的动物 它喜欢在清洁 无污染的水域生活 这里能发到野生鳗鱼 说明这里的水质幽幽 没有孤伤 你看它马上爬出来了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对 这种野生的 它就是 对 非常有劲 它就会在这样的腹部啊 十重里面生活 它很少会 按住它的头 你看你看 现在你看着用镜头 它鼠鼠地抓住了这个 它咬的这个绳子刚刚 它嘴很有力气 而且它 抓不住它是吗 它比驴球还要滑 你是不是抓不住 抓不住 它没有筛 它实际上是 也用肺部 你看 它的嘴很厉害 能让它张开吗 我看它一直咬着绳子不放 试一下 来 哦 我有点紧张 不行 你再试一下 再试一下啊 先一点的 不会咬你 你再咬它嘴 好走了 我们把这个 有这个精度都够了 嗯 用这个做 就用这个做食材 对 那今天这个算是很大的收获了 你看 你看这个 这个又很重哦 它还有 它还有五百斤 哇 最后我们又来到一位种植户的家里 这里有一种珍贵的烙锅食材 你看它在悬崖的阴暗处生长的 我们拿来移植呢 也是在阴暗的地方 哦 哪个是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铁皮石虎 这个也是 哦 这些都是 野生铁皮石虎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现在经过人工种植后 数量大大增加 但是它收获了 长出了两三倍啊 为什么叫铁皮石虎呢 就是它这个 它这个 铁绿色的 铁绿色的 它的表皮啊 铁绿色的 所以叫铁皮石虎 哦 而且它比较硬啊 这个 这个东西呢,它是食药两用的,它药材呢,像是金属里边黄金一样的。 这么珍贵啊? 这么珍贵,对,对,对。 你看。 那它哪个部分是人吃的比较好的呢? 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吃的比较好的。 这一部分,对。 关于烙锅产生的年代众说纷纭,它原本是为了方便野外就餐而发明的。 朱德贵为了还原烙锅的原始吃法,找了一处阴凉的地方,架起了烙锅。 就是我们六盘水的烙锅呀,最早的烙锅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烙锅是什么意思?我看它的样子也不像铁,也不像铝。 对,它是土桃的。 土桃? 最早的时候呢,就是架几个石头,还不是这种锅形的,是这样,瓦片。 这不就是盖房子的瓦吗? 它就是,老百姓不是上山在干活吗? 干活就是带点土豆那些这一类的。 洗干净,洗干净,然后放在上面,烙熟了吃,就算是它的中午饭那些。 在吃法上,烙锅与铁板烧相似。 传统烙锅是这种中间高,锅盐低的形状,油倒上去会从中间流向四周,这样在烙食材的时候,既能防止食材粘锅,又不会太过油腻。 这个铲子呢,就是栽粉,看见弄得差不多的时候,这一面炸得差不多的时候,铲子铲一下把它翻起来。 哦,这个呢,刷油的。 哦,这个土桃啊,跟那个鱼肉,这个声音啊,就是让人觉得,就是要开饭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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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马上就食欲大开。 一般吃我们吃这样的,端一个碗,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这样一下,然后,哇,这红通通的辣椒面。 哇,怎么样,这是爽嫩,辣,这个口感太好了,可能是在户外啊。 哎,对,对,对,觉得这个,嘴里的滋味更浓了,然后呢,吃饭的心情也更好了。 这是,这不是刚才我们说,准备食材,铁克食谱吗? 嗯,这食谱也是好了哈,很快就烤好了。 对,怎么样,是不是有点苦? 苦,对,这是药嘛,这是药嘛。 啊,天啊,这鱼肉的鲜美比起来,食谱太难吃了,但是它的功效非常好。 那你们为什么要喜欢吃这个烙锅,就为什么这么爱吃呢? 它这么爱吃,这么搭配的吃就是,因为溜盘水不是中国粮度嘛,夏季它相当于要凉爽一点,凉爽一点,但是湿气应该说比较重。 嗯,然后我们吃这些东西这样搭配呢,就是,呃,蒸热,除湿,它就起了这个作用。 包括我们吃这个辣椒面也就是什么样的,其他这个作用。 烙锅是一种正餐的吃法,适合午饭和晚餐,而早上起来,溜盘水的人们又如何利用早餐达到排汗趋势的目的呢? 虽然已经入下,在拥有中国粮度之城的溜盘水,早上起来,有的人还需要穿两件衣服。 这个时候,如果你询问当地人吃什么样的早餐最合适,得到的答案一定是羊肉粉。 为什么爱吃? 香啊,我们这地方的黑山羊,山上的黑山羊好吃。 很高,寒气嘛,去寒。 哦,去寒。 你觉得这个粉跟其他地方的粉面有什么区别没有? 有区别。 什么区别呢? 辣椒很辣,又好吃。 吃过羊肉粉的人都有一种体会,就是吃完羊肉粉后会浑身冒汗。 羊肉粉看起来简单,但如果走进后厨就会发现,羊肉粉的制作过程非常复杂。 像这个都是您做羊肉汤的一些调料吗? 对,像这个都是我做羊肉的其中的几个部分。 这么多还只是一部分? 只是一部分。 像比如说,我就先介绍其中的这几样。 这个是山籁。 山籁主要是起出黑山羊的腥味。 像这个桂皮、八角、杀仁,它融合在一起,就是能提香。 这个就是我放羊肉的其中的一部分。 其中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自己的小秘密了。 羊肉粉是溜盘水的传统小吃。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不同品牌的羊肉粉在配方上都有差别。 制作羊肉粉的调料需要十几种。 核心配方因为保密的原因,谭梦江闭口不谭。 羊肉粉排汗驱适的养生功效,不只是来源于羊肉粉的配料和辣椒。 更关键的是挑选的羊肉。 溜盘水的羊肉粉,必须选用这里高山牧场上放羊的黑山羊的肉做原料。 只有这样才能把下吃热博的养生功效发挥到极致。 您的羊关哪儿了? 关这个地方。 在溜盘水市六支特区的牛场下,我们见到了黑山羊的养殖户隆从前。 是平安干净的。 它里别的羊有什么区别没有? 与别的羊,它有区别。 因为别的羊,它在家里是冠羊。 这个黑山羊是野生的,它是在下山羊。 它是属于生态养殖。 所以您的意思是它有野性? 它有野性。 那有野性等于,也就是说一会儿您可以保证它能跳过来? 保证,这个有把握。 有把握,那试试。 龙从前听说我们来拍摄黑山羊, 它特意做了一个竹栅栏, 为我们展示黑山羊跳跃的本领。 黑山羊在山岩上吃草,需要很强的跳跃能力。 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黑山羊的肉质不同于其他羊肉。 黑山羊肉不仅瘦肉比例大,口感也很独特。 它没有空间。 龙从前把黑山羊赶到了竹栅栏前, 可是没有一只黑山羊愿意跳过栅栏。 龙从前觉得黑山羊给它丢了面子, 就把一只强壮的羊单独拉过了栅栏。 黑山羊是群居动物。 显然,这一招把黑山羊给惹急了。 突然,它做出了惊人的举动。 这下,龙从前觉得,找到了让黑山羊听话的办法。 它再次拖了一只黑山羊出来。 然而,从此以后,场面失去了控制。 各种状况层出不穷。 你这是干嘛呢,你把他抓住。 免得它撤回去嘛。 黑山羊眼性十足,每天都必须放他们上山。 在野生环境下,黑山羊吃的草也与其他羊吃的不同。 有些对于人来说的毒草,竟然是黑山羊的最爱。 高山牧场的环境造就了六盘水黑山羊独特的细性。 也使得用黑山羊肉做出来的羊肉粉远近闻名。 说起六盘水下吃热补的养生美食, 就一定少不了盘县石桥镇妥乐村的银杏宴。 对,对,对,对。 你 console at that time, 宝的是银杏果吧? 对,对,对,对. �드炉,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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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啊,这个。 你烤一瓢啊,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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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直接放在这个碳火上烤就行了。 对,对,对,对。 银杏果又呈白果,有润肺平传、行血利尿等功效。 银杏果又呈白果,有润肺平传,行血利尿等功效,它本身是温性食材,烤着吃可以化痰定壳。 对于女士来说,银杏果还有另一个妙用。 银杏果中含有白果酸,可以抑制皮肤真菌的生长,当地人用它自制面膜。 但是呢,为了美,我们真是有无限的追求。 盘县石桥镇妥乐村,保存有世界上最集中的古银杏林,被誉为世界古银杏之乡。 银杏树可以净化空气,银杏叶可以用来制茶。 银杏果可以配菜制作银杏叶。 在小冲农家乐的二楼,补云莲带记者参观了银杏宴中一道主菜的原料,盘线火腿。 我看您这个火腿,怎么都长毛了呀。 如果不长毛的火腿,它就是臭的。 我看看,那您这边是家家户户都淹? 家家户户就淹,没家就淹。 这一地区的气候条件特别适合腌制火腿。 腌制出来的火腿香而不腻,美味可口。 因此,人们把这种火腿叫盘线火腿。 盘线火腿,我们也拿去过。 您这火腿现在闻着就有点香味了。 您这个怎么会有香味呢? 因为我放在那里去做料盘里边。 你放在那里去做料吗? 有就是花椒、八角、草获,还有那个火香还加的。 它现在就是七年才腌的,所以它的时间还有一点点多。 因为两年以后,两年以后它的肉质都是一样的了。 看,看这火腿,是不是颜色特别好? 它表皮是这样子的,是深的。 到了这儿,又浅一点,到了这儿更浅了。 盘线火腿与银线果的作用相互补充。 除了养胃之外,还有生津易血的功效。 制作银线火腿,需要先用水将火腿煮软, 然后切片装盘。 把银线果切成薄片,铺在火腿上,再上笼灯。 这个火腿被放在这里了嘛,你吃起了嘛, 就是有银线的味道,有乳的味道, 吃起口感就特别好。 尝尝啊。 火腿非常香,白果呢,非常糯,是清淡的。 这种浓淡一结合在一起,一点都不腻。 虽然我吃了一大口肥肉,口感很好啊。 清蒸银线火腿,适合那些口味清淡的人。 而本地人,更喜欢这盘香辣银线火腿。 不只是银线火腿,桌子上的每一道菜, 都制作了白、辣两种吃法。 这又是为什么呢? 一种是辣子鸡, 适合这种天气冷的生子菜。 如果热天的话,那么就可以吃清淡的。 下吃热补不仅体现在辣椒的做法上。 就是没有辣椒的菜肴, 补云莲也注意到了它们驱失的功效。 比如银杏鸡, 银杏和鸡肉都是温热的食材。 在制作的时候, 它还会放入生姜, 增加暖胃的功效。 而素炒银杏果, 它也在上面撒上一层胡椒, 驱除寒气。 我看您啊, 把银杏,包括白果, 都用到了极致, 又有银杏茶, 又有白果的这个烤白果, 又有银杏叶。 那么我们这还有银杏酒呢, 不止这些东西呢? 还有酒? 我能拿上吗? 可以。 它这个银色也是, 银色的。 银色没, 你加上银杏, 烤面就是这种色的, 对不对? 尝一尝, 这个多少度? 这个有53度。 啊,那么高啊? 嗯,度水肯定要高的。 不会喝一口脆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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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挺刺激的味道哈。 它喝得最后, 这个银杏酒呢, 喝得最后嘛, 你当时喝的时候, 感觉有些点苦, 过后了嘛, 它就是喝一天的味。 喝完银杏酒后, 该上银杏汤了。 不云莲制作的最后一道银杏汤的做法, 与众不同。 你吃到这一道银杏汤的话, 就没了汤。 我现在就做一个汤给你喝。 没看见汤啊, 那我马上就可以做给你喝了。 你是看不着的。 你这是白骨? 这是白骨。 再加点鸡蛋。 直接放鸡蛋, 这个蛋清。 啊, 放蛋清这个嘛, 就是你拿成全嘛, 就特别的好。 这就是汤的。 你看, 我一冲起来, 你就这就可以喝了的。 这。 哦, 用开水冲一下。 冲一下就可以喝了。 就是它这个蛋清就有变化了。 那么就汤掉了的, 这就是汤了的。 这就是一杯汤。 啊, 你看, 其中一加上这, 就直接就可以喝的了的。 这更像一杯饮料。 闻起来有一股这种淡淡的腥味。 白骨的香味也有。 不不腥吗? 不会。 它这个吃起来嘛, 可以就是, 只可以滑坛的。 哦, 还挺甜的哈。 因为里面可能放点糖。 要加一些点糖。 吃起来是完全没有这种, 应该说是腥味。 嗯, 但是闻着是挺腥的。 你加些点这个糖嘛, 你加些点糖就可以了嘛, 可以只可以滑坛。 可以就是吃到没长通这个腥到血管的。 哦, 这么多的作用。 还可以讲血, 讲汁的。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汤了, 这是我们见过最简单的汤, 所以营养价就非常高。 它的吃法就不一样的。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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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勒村银杏宴中的菜肴, 都是当地人长期与银杏打交道总结出来的。 不仅靠位独特, 在滋补养生方面也有很大的功效。 难怪土勒村9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有94人之多。 现在当地人把银杏宴开发出来供游客品尝, 让他们在拥有千年古树的村落中, 体会自然的恩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